第三百四十集 票棋将军杜茂同甲篮在樊县交战 杜茂的军队失败 西枪各部落从王满末年迁徙到边塞以内 金城郡所属各县多被其占据 伪霄无力争讨 便就是慰问笼络 争调他们的不重和汉朝相对抗 司徒院颁标尚书说 现在梁州各地都有归降的羌人 羌族人披散着头发 衣服在左边开金 他们和汉族人混杂生活在一起 风俗习惯既不同 语言也不通 经常被小屁小利奸华之人侵害掠夺 穷困愤闷 无所依赖 所以导致反抗 疑人和蛮人的叛乱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旧的制度规定 益州地区设置蛮夷其都尾 幽州地区设置领屋环校尾 梁州地区设置护枪校尾 都持福捷 统下守护当地处理纷争 每年定时寻行各地 询问疾苦 并不断派出翻译 疏通关系 了解动静 让边塞之外的枪人 疑人 充当官吏耳目 周骏因此可以有所戒备 现在应该恢复昔日制度 以示威严 加强防备 刘秀接受了颁标的建议 任命牛涵当护枪校尾 强盗杀害殷贵人的母亲 邓氏和弟弟殷 刘秀非常悲伤 封殷贵人的弟弟殷旧为宣恩侯 又召见殷旧的哥哥 世忠殷兴也要封侯 把印信受贷放到他面前 殷星坚持推辞说 我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 而一家人中 已经有好几个人 承蒙风厥赐土 使天下人不满 这确实是我不愿意的 刘秀赞美他的举动 不强迫他改变想法 殷贵人问殷星 为什么要这样做 殷星说 皇帝的外妻家 往往被不知谦让退避所害 嫁女儿要配侯王 娶媳妇要打公主的主意 我心里实在不安 富贵有极限 人应当知足 夸耀奢侈 会增加世人的指责 殷贵人为他的话所感动 深深的自我贬义 始终不替亲属 要求官决 刘秀征召寇寻回洛阳 任命渝阳太守郭 当颖川太守 郭招降山贼赵洪赵武等数百人 全部遣送回乡务农 他因此弹劾自己 擅自放回降贼 刘秀没有怪罪他 后来赵洪赵武等人的同党 听到郭的微信和信誉 从遥远的江南 或从幽州 济州 不约而同 都来投降 路途上络绎不绝 刹车王康去世 弟弟贤继位 攻打诸沙 居迷国王 西叶国王 而让康的两个儿子 分别担任两国国王 十年 甲午 公元三十四年 春季正月 吴汉又率领 捕鲁将军王霸 等四位将军六万人 出高柳县 攻打甲兰 匈奴数千名骑兵 援救甲兰 接连在平城附近交战 吴汉 打败 赶走匈奴骑兵 夏阳街侯 冯毅等 同伟纯的将领 赵匡和田 交战将近一年 斩杀了赵匡和田 伟纯尚未被打败 东汉将领们 向暂且返回修正部队 冯毅坚决主张 留下不动 于是 共同攻打伟纯 聚首的落门 未能攻陷 夏季 冯毅在军中去世 秋季八月二十五日 刘秀到达长安 最初 伟霄的将领 安定人高军 带领军队 聚首高平县第一城 建威大将军 耿等包围该城 一年未能攻陷 刘秀准备亲自征伐 寇寻劝告说 长安的位置 在洛阳和高平的中间 接应禁边 陛下坐镇长安 安定 陵西之人 必定心中震控 这样 从容的待在夷处 就可以控制四方 现在人困马乏 要到贤祖的地方 对陛下是不安全的 去年颖川郡盗贼风起的往事 应当引以为大界 刘秀不听 进军到县 高峻依然不想 刘秀派遣寇寻前往劝响 寇寻带着刘秀的诏书 到达第一城 高峻派遣军师 黄辅文出城拜见 黄辅文的言辞礼节 毫不悲屈 寇寻大怒 准备诛杀 将领们劝足说 高峻有精兵一万人 多半都是强弩射手 在西面堵塞笼道 连年不能攻下 现在准备招降高峻 却反而屠戮他的来时 恐怕不行吧 寇寻帮答应 于是诛杀黄辅文 放他的副使回去 转告高峻说 军师无礼 已经被杀死 要投降 赶快投降 不想投降 就继续坚守 高峻惊慌恐惧 当天打开城门投降 将领们全部向寇寻祝贺 顺便问他 请教您 杀了他的使节 而又能使他现成投降 为什么呢 寇寻说 黄辅文是高峻的心腹 是位高峻谋划的智囊 这次前来 言辞态度强硬 肯定没有归降的意思 如果保全他 则黄辅文的计策得逞 杀掉他 则是高峻丧胆 所以高峻投降 将领们全都叹服地说 您的智慧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 冬季十月 莱希和将领们攻陷落门 周宗 行巡 狗羽 赵辉等 献出尾唇投降 王源投奔公孙树 刘秀把伟氏家族迁徙到洛阳以东 后来伟纯和宾客们逃跑 企图投奔匈奴 逃到武威县被捕获 处死 仙灵枪部族和其他枪人部落 侵犯金城陵西 莱希率领盖炎等出击大败枪人 斩首及俘虏数千人 然后打开粮仓 拯救鸡民 隆西于是安定 梁州的道路也打通了 十七日 刘秀回到洛阳 十一年 以位 公元三十五年 春季三月初九 刘秀到南阳 又到张陵 三十日 回到洛阳皇宫 陈鹏筑屯金香 几次攻打田荣等 不能取胜 刘秀派遣吴汉 率领诸鲁将军刘龙等三位将领 征调荆州军队 共六万余人 骑兵五千人 与陈鹏在京门会试 陈鹏武装战船数千艘 武汉因为各郡派来的水兵 消耗粮食太多 打算遣散 陈鹏认为 公孙树的兵力强盛 不能遣散 上书说明情况 刘秀答复陈鹏说 大司马习惯用步饼骑饼 不懂水战 经文方面的是 全凭征南大将军陈鹏做主 润三月 陈鹏在军中招募攻击浮桥的战士 下令先登上浮桥的 给予上等将上 于是偏将军鲁齐应目前往 当时东风刮得十分猛烈 鲁齐的船逆流而上 直冲浮桥 但密排在江中的木柱 装有反拉的坝钩 钩住了鲁齐的船 进退不能 鲁齐等城市做殊死战斗 便直火炬焚烧附船 疯狂火烈 桥楼烧毁崩塌 陈鹏率领全军顺风并进 所向披靡 公孙树的军队大乱 落水淹死数千人 陈鹏斩杀人满 活捉了城 田荣逃跑 拒受江州 陈鹏奏请刘秀任命刘龙为 南郡太守 自己率领抚慰将军 张公萧綦将军刘新 长驱直入江关 下令军中不得掳掠 军队所到之处 百姓们都奉献牛肉 美酒迎接畏劳大军 陈鹏一再推辞 不肯接受 百姓大喜 睁着打开城门归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